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底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我们节目第一个时段在这里 开播的第一天 加训指数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好 那我们怎么看今天的盘式格局 首先今天的开盘法是一个两点底盘开出 那这个盘式格局在我们前一天的一个架构 跟大家聊到是一个极短波的一个向下的一个扩延量 扩延浪里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末端 可是这些颜色走势是不是有机会在这个两点底盘开出 通常是一个中长黑的盘式格局容易 所以在当天一个比较最低点到吃低点的位置点 那我的研判是大概10点这里会取一个低点 然后以今天那个亮人草有杀出亮人草 估计大概逼近820亿元 所以这盘式格局杀盘取量的目的达成一个状况之下 很可能大概是在这个12点钟另外一个转折的位置点 如果再测一下今天早上的两点底盘的一个低点 如果可以去呈现一个防守 那么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虽然是两点底盘容易酝酸盘的两低开出之后短波 继续再做一个下探 但是我们看一下日KD的一个指标 现在日KD的指标已经来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点 给大家一个结论 等一下会带大家看分时跟日KD的指标 都已经来到一个非常低档区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点 在这个已经来到一个20的一个位置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60分钟的一个指标 分时的60分钟指标 分时的60分钟指标 也已经来到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低位阶的一个位置点 所以现阶段关于我个人对于这整个盘式格局的看法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我们关于整个终极趋势的架构 为什么在我的指标上面写着日暮东风怨体鸟 落花游是最柔人 这是在3月上旬的时候 今天有一则消息是在帽底取消宪政的状况之下 太阳能开始反弹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太阳能这整个波段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探 其实我要跟所有投资朋友报告 关于整个趋势性的看法 你有我刚刚所跟大家分析的一个解盘脉络 由于所有的指标包含日KD指标 包含分时指标 都已经来到一个相对转折的低档区 所以这盘式格局 细合波的架构从8622开始 结构上面如果一个空头下探 它通常一个波段的结构就是走五波 走完五波的话就容易酝酿给极短线的一个反弹 投资朋友们我们看一下 这个波段这里是一个第一波段下探的一个格局 三个礼拜五又有一个短波的三波做一个下探 今天早上是一个分时的一个第五波 所以以日线图的一个结构上面的极短波 从8622我说的这个三角形受链形态的一个极短波的五浪下探的结构 但是半导体这个跌幅的一个主轴是由台积电所带动给下探 由苹果在礼拜五即便美国股市谈升了百点 在周一的晚间谈升了百点 可是苹果还是收小跌 它连红盘都收不上去 造成了今天可乘 红海这些股票做一个短波的下探 我知道现在投资朋友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这个盘氏格局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好兆头 因为高档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两个月的一个M头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M头的颈限大概是在8500点到 毕竟8400的一个这个8480的这个位置点 那高点呢在8840 如果是8840点到8500点 它有一个340点的 它有一个340点的一个大的一个M头 那所以如果是一派技术派的一个看法 就是看到这个盘氏格局 就会比较担心的是 好 假设这边也有机会酝酸一个反弹 好 那盘氏格局 现在的动作 你不要把手上的股票进行了追杀 包含跌很深的太阳能 包含跌很深的苹果概念股 甚至于今天压权重的个股 针对指数来讲 台子期货的一个灌压的动作 很明显就是杀台积电 那你现在投资朋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盘氏格局 好 到底这一波的下探 是另外一波比较明显的空头起跌 好 那么现在的一个指标来到低点 你不要进行一个追杀 那弹生之后来到颈线的位置点 很可能又是另外一个M头向等幅对称 如果整个这个形态抓一个箱形 整个向它对称 你现在这一波的一个跌幅才在半三腰而已 那如果这个下探的过程里面要跌到所有均线以下 把这个盘氏格局就翻成中场空 就如同我测标告诉跟所有投资朋友想要报告的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 会不会5月又复制过去两次的政党轮替 好 两次的政党轮替 在政党轮替的背景之下 把加权指数一口气在每一次政党轮替的一个时刻点 后面一个波段跌幅都一口气大跌了5000点以上 好 那今天这个盘氏格局来到这个位置点 刚好我们的节目开播 我先给大家一个看盘的一个提示 我认为这是民国89年 加权指数从10393跌到4500点 好 总共跌了5500点 那下面的图示民国97年 这个马英九总统上任的位置点在9309 520的位置点看到9309之后 后来大家熟悉的就是跌到3955 也是跌了5000点 那这一次到底会不会 因为这个5月一开始热盘氏格局 就走的这个形态上面已经跌破了 这个高朗区N头已经两天了 理论上面如果三天的时间去破这个形态 可能这整个箱形会向它对增测量 好 投资朋友 你所担心的事情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 我把它汇整成一份叫520的关键战报 刚好我们的新节目资料开播 欢迎所有投资朋友你留下电话 让我的服务人员找到你 我会把这一份关于整个盘氏格局 后续的一个波浪先探的一个看法 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盘氏格局我认为还是要拉回基本面的架构 你才能把这个盘氏格局后续正确的波形 把它掌握清楚 也知道你现在到底该买还是该卖 好 第一种看法 这个盘氏格局是另外一个波段的起跌 好 就像我先前提醒到 苹果要下沙的第二只脚 就像我提醒你太阳能要做一个波段的下沙 好 这些股票尽量要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基本面上面今年大陆的产能开出来 太阳能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沙的跌幅 苹果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沙的动作 可是同志朋友 我认为后续的重点应该是这样子 好 来 这个是3691的一个硕核 我觉得要直接说认为太阳能的走势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还有商讨或是还有商榷的一定 因为这一波从402块前涨到773块 它是走一波五浪向上 那也没机会它是一个ABC的二浪之后 未来转折 再做一个向上转折的一个动作 我们后续最终 至少这个大盘在持续 好 这两三个礼拜再破跌的动作 太阳不能缩合 短线上面有进行一个止跌的动作了 好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那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520到底会不会复制前面每一次 好 那只要是政党轮替 价权指数 后来就是大跌5000点呢 会不会再重演呢 一定要拉回来大盘最重要的基本面的一个架构 好 那所以同志朋友 刘老师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是非常尊重这个盘四格局 因为一位分析师应该负有责任就是 我在电视上所有的分析不是告诉大家说 好 任何押回接买点什么都可以买 什么股票跌了都没关系 反正你等糖高的再卖 我们还是要我们基本面的脉络 如果做好这个分析之后 我们才能带我们会没有去进场 好 就像这一次加选指数 即将要进入大选之前 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年终要做账号往上拉抬 对不对 马锡会这个盘四格局的分出大涨 好 我是唯一告诉大家任何反弹 好 接逃命至少有一波千点 向下的集结的组跌段 后来真正大跌1200点 好 可是来到了这个1月18号选后 其实在选前十千点 我是市场里面唯一告诉大家 这个盘四格局 好 该带你避开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探的 好 你要注意 卸行 卸行的起跌 这个盘四格局会有比较明显 减点等级 组跌段的一个下杀 好 可是到1月中旬之后 我告诉大家 我认为这是选前向下卸行 是不是压缩右空 选后是暴富性嘎空 千点行情的组胜段 好 这盘四格局几乎过8871 好 几乎过了8871 那其实这意义上面已经凭8871了啦 这个盘四格局绝对不是一波空投波段 至少从大家因为这个政党轮替 因为政治因素去喊空这个盘四格局 好 我告诉大家说 千万不要用政治来解盘 你从国际基本面 如果第一季景气最差 那股价有很可能就提前反应 去反应第二季的一个 向上坦升的一个机会 基本面第二季向上坦升的机会 那这个盘四格局 好 就真的如同我们预告 好 一个千点向上坦升 好 太阳能该空 如果概念股该走 我全部都事先跟大家预告 我们从320多块钱一路把 一路是这个公开在我们电视节目当中 好 大力光在2800元 我告诉大家 很可能一个大长空的波段 会下杀到1500块 好 不太准 只杀到1800块 可曾告诉你说一个千点 至少赚100块钱空单的机会 好 这一个波段可曾是杀到200元 好 可是在那个位置点 反而是可曾抢短 多当一个卖点 好 这个都是1月前后 苹果概念股 但是其实在这一波 谈升向上的过程里面 我刚刚讲到硕和是说 其实苹果概念股 你不要所有股票都杀在这准则的低点 好 来 有一半的苹果概念股 也是走一个向上五大 它在这一波回踩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再去破前低 那有没有机会是长空落底 第一波反弹 那第二波下来一个状况之下 好 那第二波的基本面 一定是最差的嘛 因为基本面第一季在这里 第二季在这里 可是股价提前谈升之后 当基本面最利空的时候 测试的时候 它却没有再破底了 好 那所以不论是大盘 不论是个股都一样 我知道所有投资朋友 你现在所看到的基本面数据 都认为这个盘式格局是 比较弱势没有机会的 好 那刚好我们节目开播 好 我想会有一些 比较不同的一个观察 我认为 同志朋友 好 我们新节目开播 今天我会把这一份 我们新节目开播的资料 好 那留在我的服务人员那个手上 大家都担心520魔咒大盘很可能会在大跌5000点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认为要从北美半导体的BB Ratio 去做一个延伸 以及中期趋势来讲 台积电在这个第一季法说会 关于高尖毛利的制程 我们清楚了一个解析之后 你会发现到是说 如果以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趋势性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今天贯押台积电的动作 比较像是针对台子期货的一个短线上面 每个月万一支都在这边做一个提款的一个动作 好 那所以今天 刘老师会复制前面一个波段 我们是市场里面 唯一跟你预告一个前点向下的组结段 但是真的杀到这个位置点 我认为大盘极短波 至少技术面上面随时进入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好 那问题是 如果接下来两三个交易日正式展开一个 比较明显的反弹波的一个动作 等于我们应该把握这个反弹波 你要卖股票 还是这里趋势性的多方没有改变 一个第二波压回之后 你要把握这个绝佳买点的机会 布局从现在开始 从五月上旬开始 见到转折低点之后 一个趋势性多方股票 它会再创新高的股票 所以背景环境就很重要 所以我会很魄力的 就像我们先前跟所有投资朋友 我跟市场上面 比较不同的地方是说 投资朋友开始认识我是从 我们从9309 内部空头 我们是一路做空到3955点 甚至于后来翻多 带你去做多 一直到这个兔年的一个位置点 价钱指数已经公到9100点以上 那我告诉大家是说 春雷引线南欢庆 地动天津空头年 耀兔中秋始现中 增台天赋带来年 我所有的一波浪的仙探 都是领先市场大概一两个礼拜 然后把大盘整个波形的规划 把领先市场给我的会员朋友 给我的观众朋友 这一次是我们清潔慕开波 很破裂的帮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这波盘四个节 就如同我们预告 撒到6609之后 一个绝佳三角亭側边修正形态 又喷出攻到10014了 那现在我们价钱指数 中长期的一个波浪位阶 到底是空头的翻转点 还是从7200开始的这波多头没有结束 7600点又是另外一波多头的起场点 那二浪压回你要去找到一个好的类股知识群 好的媒体去介入这波行情 好 那时间关系已经进入广告的时间 所以我们时间有限 麻烦你想要索取这份资料投资朋友 把基本面看清楚520的关键战报 你就会知道 今年会不会有所谓的520大盘要再跌 五千点的魔作咧 把基本面分析清楚波浪 你自然就规划出来 我们新节目开播 欢迎所有投资朋友 你留下电话来 让我服务人员把这份资料送给大家好不好 谢谢我们之后再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猪 五分猪 好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亚洲头库 互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库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库 亚洲头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亚洲头库 二十七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长盛军 股票齐获的赢家组合 亚洲头库 亚洲头库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零二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饰了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阻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这次中了很多罚票 你怎么这样中了很多罚票 因为我现在用电子罚票的对角 中奖之后 他不太会寄到我信箱通知我 而且现在还增加了 无实体电子发票特别奖 让我动了很多中奖的机会 那我发票都还没整理好 你就最好奖了 但是电子发票中奖了 怎么就会社福团体 现在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消费者高支店家 社福团体的爱心码 发票就会自动捐给他们 请慢用 好 那我们现场 那关于整个盘四个局 发展到现阶段的波段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开始 进行一个我讲的 技术性的一个向上弹式的动作 那两点泥盘如果能够在 早上一个找到的低点 8268位置点 向上弹高过程里面 一个波回车没有再去进行一个破底 它会进行一个短线上面转折的确认 等于日K线的一个形态 有机会在高档区后 我们从今天的K线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好 那KD 的贡献度 比KD值更引擎的叫RSV 向下扣低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自然而然一个 一波技术性跌升反弹 而且景气线六十日线 还是呈现一个高导 上扬的状况之下 我们所说那个技术性向上弹式的动作 就有机会展开 那问题是有没有机会 谈成一个回升向上的波段 那我认为 你先把整个产业景气的脉络 进行一个详实一个研系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好的股票 就要利用这种地空的时间点 好好把握一波买点 类似我在1月中旬左右 我就告诉我投资朋友说 现在生技族群会有一波逼波反弹 那我在前一次演讲会 这个 刚好2月 2月20、21号进行演讲 那一天刚好耗鼎解盲 但还没有解盲之前 我就告诉我会没有说 我认为生技股 只是一波逼波反弹 甚至于终于有可能会破179.5 这个是当初在1月中旬到2月上旬 整个反弹波规划 那么你就会把握说 如果你避开一个逼波反弹之后 耗鼎击杀向下的阻跌段 你可以在风风雨雨各种利空当中 翁院长请职库长鼓结束 修法生变过程里面 来把握一个利空的机会 355元进床买进 好 这个是417市的耗鼎 好的 这样 今天大盘额外的4、5天的向下探低 好 今天已经来到382元了 你先懂我的意思 而且买进隔天直接涨停板 好 那为什么耗鼎 我们一直跟大家追踪了非常久了 我说市场上面 就像现在这个盘市格局 大家用政治面来解这个盘 我用我们当初关于生技股的解析 好 我一直告诉大家 接下来其实我认为 大家担心政党轮替 好 我认为会有轮替啦 轮替的内涵架构是旧的产业脉络 很可能因此向下轮替的 但是现在也有五大创新产业 包含我们可能国防军工这一块啊 包含节能这一块啊 包含工具机啊 五大一个创新产业 那哪一个产业是最有机会的呢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析是说 军工产业大陆是强项 太阳能大陆产能只要全线开出来 这些都有冲击 工具机我们相对没有比较毅力 这五大创新产业 我认为最有机会轮替上来是生技股 好 所以你要把生技股的基本面看清楚嘛 没有错 这一条红色的线 叫OBI822 这条蓝色的线 叫PD-1 或者是旧的化疗药的一个看法 因为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你感觉不出OBI822的一个疗效 可是在第四期为止 OBI822的一个存活率 这个纵走是存活率 好 从原先无效疗法 乳癌大概五年的存活率降到两成以下 甚至于最后都无级而中的机会是很大的 但是耗鼎的价值在哪里 在这个中期之后 你的存活率跳升一倍 两倍以上 拉高到五倍 这等于说实质上面已经是 等于实质上面已经是等于你的乳癌 是进行的痊愈的动作 所以市场完完全就用政治面的解盘 可是主跌段早就预告你了 就像关于这个盘氏格局 大盘来到这个位置会比较震荡 所以关于整个盘氏格局的脉络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节目开会 我不是安慰大家 我认为这个盘氏格局走空的几率 以全球的一个产经环境 资金宽众的环境 我没有找到可以去支撑这个向下空投 这五千年起跌的一个备行内景环境 甚至于这一波的两三八年下跌 已经在反应520 那利空提前反应 就是跟1月18号 那个选举败雪的因素提前反应 选后利空排除 大盘嘎空一波到底 好 所以关于整个盘氏格局 好 甚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耗鼎 那其实中域也是一样啊 好 中域在这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的下探过程里面 因为耗鼎跟耗鼎的因素 往下做一个探低 只是这两档是完完全全 研发的方向也完完全全 不同的公司 你如果去掌握到那买点 中域 后来盘氏格局到现在为止 都是相对抗跌 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好 所以投资朋友 关于整个盘氏格局 今年在上半年至少到第一季之前 会先有一波下杀 然后杀过头的一个反弹 到现在为止的内容 基本面的景气脉络 都如同我先前的波浪线浪 跟所有的投资朋友分析的 所以显然我们这一套 针对景气脉络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好 提醒你苹果要跌 我们空大力光 空瑞宜 空洪杰科 空和硕 空真理 空洪海 空华通 这个都已经不断的去提醒你了 整个盘氏格局 当大盘来到三月上旬的一个位置点 我告诉大家是说 我认为加权指数还有一个邪恶第五波 麻烦的是说 这个邪恶第五波的内容 只有一半的股票会涨 好 未来大盘 比较好的一个看法是说 这个盘氏格局会有一个很 未来还是会有邪恶第五波 但是只有一半的股票会涨 好 那这波上 我为什么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好 尤其是太阳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比较好的一个看法是 当初我认为 要等待一个震荡压回之后 要等待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压回之后 我们再来找这个比较好的买点 好 我们再来找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那其实那如果打低下来 不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了吗 好 那太阳能到底怎么样看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高档区这个山寸头已经成型了 景气线的一个生命线向下 所以我借用杜牧的诗说 帮宏达电3月15号那个高点 我告诉大家就是说 你不要怪刘老师在节目当中当大家乌鸦嘴 实际上我对于整个产业跟 教权指数的这一波趋势性的看法 我认为还是一个回升的波段 那问题是回升波中间的曲折 你怎么样做细微波的景气规划 这份资料很重要 但是有一半的股票 类似苹果类似太阳能 我们告诉大家这边 你不要怪刘老师 提醒你说这一波股票下探 或者是说像宏达电 当天从136块钱奇沙向下 我就告诉大家这波行情结束了 那整个盘式格局 提醒你都是因为希望说 你可以先避开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探的波段之后 再来掌握近期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刘老师秉持过去服务大家的理念 我们刘老师从八年之前进入这个市场 在中华财经台陪伴大家看盘看了四年 那现在我们节目又从今天开播 您所担心的 您所想要知道的 关于整个主题的看法 这里到底可不可以满 好 520关键算是吧 全部讲的精英不得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电话 信名联络一个方式 我的服务人员会第一时间跟你下 跟你作业连续 把这一份我们的 接下来的波浪前探 回传给大家 就是大家今天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战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痛 请用 用分构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没分构 没分构 不好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资 用有一流的分构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 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资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资 27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 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长盛军 股票 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资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 3777 2578 3777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 关心您 北都TypeNet 超值游会 双小号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费